台湾工業研究法定中心 在春節期間特別推出 稍久來過年的外檔 為設置到設立安排到完豐富的外檔 包括工業電源提案外檔 市值頂頂 今年迎幾月夜間更頂 外檔為在時日到暗時 邀請鄉親感受真不一樣的工業提案 台湾工業文化很苦 春節期間沒有休息 推出了一年才的外檔 工業中心的祝福人 歡迎大家收拾來過年 包括有工業提案 工業好消音 工業持集才頂頂 才可以現場欣賞到工業所的創作 工業的來副秀 也就是我們邀請了工業創作者 以六天的時間 將一個木雕 從原本的一塊材料 利用六天的一個創作時間 先形成一個具體的創作物件 還有包括的是 我們也引進了工業的修復 將破損的這個物件 把它修復起來 基本在春節期間 工業文化的橫幅是越暗越漂亮 今年頭一本來推出到夜間光雕 以工業文化館做到背景 這就是十二天有代表性的工業計畫 這還有大型的整體也是 來攤達到夜色工業的精神 我們把這個園區 5.8公頃形成一個畫布 包括康老師 張老師跟劉老師這類也足夠 包括許敏勝老師 那些剪作為補機的裝飾制 我們會給他穿上衣服 穿上什麼衣服 濾雕的衣服 木雕的衣服 濾雕的衣服 濾雕整個橫幅的建築景觀 不怕做得來登場 讓民眾來工業掃起頭 為早時生到營暗 都吃醋味以外 要吃這個 濾雕請住 做得體驗的活動 包括工業的閱讀 包括的是 我們也有這個所謂的 沙坑尋寶 也就是說我們 以陶瓷為這個標的 那請小朋友一起 在沙坑裡面來尋找 這個文化的這個 這個陶瓷的遺跡 讓他們體驗到 公益的一個歷史感 剛剛的東西表示 趁在特別的活動 是由製機開始到製作 活動最大的精采 那他想要知道 相關的資料 還是最新的消息 可以到幸福的網站來摘損 記者的女生 常佛都